请目前的各位老板们 我又到商人门口来报道来了 上班来了 你们都是我的老板现在 我给你们打工的 他们今天商人对我 尝尝 今天还可以好像 今天顾个人在这排着呢 不用我自己排了 那我顾得 好奇 对经文 嗨 嗨 你咋还鬼鬼祟祟 干啥呢 他手机我一来 他鬼鬼祟祟的 这就是我个的人啊 他 我给他开50块钱 拿着给我排队 这是对星烤鹅家 我里面上对星烤鹅家 他们呢 他们也是手水连锁店 看下烤鹅很有名 你们进去看看 看有没有想买烤鹅的 不可以帮忙的 我 看下烤鹅家也有红炒鹅 烤鹅 远带吗 好上海带 这是 走 走花 做工夫也有点口味 你不收工也不行吧 烤鹅多少钱一只 43块8一斤 43块8一斤 100多 对那肯定100多 43块8一斤 这个 被这烤鹅 是吧 看下还有礼盒 鵝肝肠 刚才那是对星烤鹅 这是郁昌食品 郁昌食品 它也是一个连锁收拾店 在汉尔滨都属于品牌 我再给你们看看 郁昌的烧鸡也很好吃 郁昌食品 他家烤鸡烤的是43块8一斤 按斤的 看他家烤鸡怎么卖 就这个烤鸡 烤鸡是怎么卖呗 39块 39块9一只还一只 那个烤鸡是39块9一斤 就40块才一只 他家的收集 这个 这个 皮肠也有红肠 皮肠的红肠39块9 皮肠尾还贵了 肠尾才36块8 看他猪手也特别好吃 我以前买个 就薰酱嘛 15块8 今天外边嘎嘎嘎冷可冷的 也感觉也有十几度 我买了个一汤鸡的鸡腿 鸡腿 鸡腿 10块钱一个 我可喜欢这种熏酱味的了 就像一汤鸡的烧鸡 还有对青鸡烤鸽 我问了包 你要是顺风 也就能放个两三天 他没有红肠放的酒 如果想吃这个只能发顺风 普通快递是不行 顺风一天就能倒 这是帮别人带的 商伟的肚鸡和小肚 我就说我顾着人 啥也干不明白 倒给我 没塑风 他以为你是散客 就直接吃一点点 他也不叫人塑风 他再找个地方给塑风 你们看看 这是商伟家的肚心 这有食欲 我可喜欢吃这玩意儿了 明天我也买一袋 今天这几袋是给别人带的 它都是腰秤的 腰秤 不是像那个红肠一袋一袋的 这是商伟家的小肚 这是在别人家塑风的 他家没有塑风 商伟家必要 所以就在别人家塑风 再接着给红肠签名 每天卖最多就这个红肠 签我名防止被别人给掉包了 这是商伟的礼盒 6块钱一个 在店里买 今天有个网友让我给他装个礼盒 说能装多少袋 因为我不知道能装多少袋 他让我试试 能装多少袋就装多少袋 不逛有就行 我看能装多少袋 我就给他优多少袋 现在两袋 三袋 不得装十袋啊 六袋吧 好像六袋差不多 六袋就行 这六袋就行 你看六袋上面有点空 那下边还行 六袋吧 也挺好看这六袋 六袋多钱 六袋 二百多块钱 不到三百块钱 这一盒 三尾的 盒子六块钱 我现在把这所有的红肠都签上名 防止 给调包成假货 但有的你们要想送礼的啥 告诉我一声啊 我就不给你们签了 给你们可以做个别的记号 你说 给人家送礼 写个我的名 你说人心咱能整得长呢 不送礼的你就告一声 不送礼的 我签上 你们自己回家就吃了 有无所谓是吧 全能肯定是就保真了 每天要在这练签名 我这字 跟老张爬的似的 真的很磕上 最后看嘛 又不是看字 主要是做个记号而已 咱俩 咱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